早安啦早安啦 今天要來說說咧 就在前幾天 我做了一件超級超級 對不起外送員的事情 到底我這是要做什麼蠢事呢 而外送員又有多生氣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就在前幾天 我就用外送品才訂了一些 零食啊 泡麵啊 鮮奶啊 各種乾糧的存貨 就在等待的時候 忽然 噢 是誰打壓給我啦 啪打啪打啪打 啪打啪打啪打 我一拿起電話 是不論是個號碼 是知道我的腦袋就飛快運轉哦 哎呦 這個號碼我沒有看過 這個 感覺就是 詐騙集團啊 此時各種的詐騙集團 什麼愛心筆之男啊 愛心花花阿婆啊 以及以前接過的各種詐騙電話之類的回憶 就直接湧現出來哦 這 這絕對就是詐騙 於是啊我就秒按拒接 又過來一下 哈 吼 又是誰打電話給我啦 那我慌張跑去接電話 哈打哈打哈打 哈打哈打 哈打哈打 你把電話拿起來哦 又 又是這個不認識的號碼 可惡 我已經被騙了很多次了 不要再打電話過來了啦 於是啊 我又用力的按下拒接按鈕 還想騙我啊 你都不知道我已經被騙到 已經可以拿世界紀錄了嗎 你太可憐了吧 又過了幾秒鐘 哈 到底是要打來幾次啦 就這樣經過你打來 我拒絕了 你再打來我就繼續拒絕 就這樣經過你打來 我拒絕 你再打來我繼續拒絕 的接力賽之後 最後 再不知道打來的 第幾通電話 好啦好啦好啦 我認輸啦 看來這麼有益力的情況下 我就接電話啦 就算你是詐騙機場 你太有耐性了吧 看來這麼有益力的情況下 我就認了 來吧 來詐騙我吧 那我也按下接通按鈕 你好熊貓外獸 蛤 蛤 蛤 熊貓外獸 一聽到熊貓外獸喔 整個心都涼了 然後就開始 超級驚慌的 在內心狂寒 怎麼辦怎麼辦 過了很久 這個人又很小很小小 都快聽不到的聲音說 對 對不起 我以為你是詐騙 小馬外獸小姐 我剛打我六通電話囉 下次不要再按鈕接了 一聽到我六通電話之後啊 我非常非常感覺得出來 此生外獸人有多厭世 結果 因為外獸人已經太厭世了 厭世到我都快笑出來了 但我知道 如果我在這時候笑出來 外獸人內心 你很想掐死我 於是我就 對不起啦 下次不要再去接了 拜拜 然後就被外獸人掛電話了 也太冷淡了吧 掛完電話就過了很久 我一邊覺得 很對不起外獸人 就很內疚 但我一邊想到 我把外獸人當詐騙 外獸人心很累 我就笑到不行 其實我就想到 好險 我們是買什麼 甜不辣的雞塊之類的 不然外獸人就會氣到 想要吃我的甜不辣 才不會好嗎 以上就是我超級 對不起外獸人的故事啦 在這邊我要跟外獸人說 對不起啦 你們呢 你們另外獸人有遇過什麼有趣的事情嗎 快來說說吧 拜拜